Hello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是Daina 所以今天的影片是要跟大家分享 关于有一个网友就问我说 谢谢你的影片 好不用客气 很清楚 请问有没有照片切换的教学 我发现很多特效都只有影片可以用 希望Daina有空可以出一个照片 跟照片间的教法 谢谢 好 我们现在就OK 先打开你的Filmora的软体 照片跟照片的切换是这个吗 Transition 它应该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现在呢就教大家怎么做 就在你import你的一些照片 你想使用的照片 我大概就随便就加全部照片 好 还有什么照片 通通照片都加上来 好的 然后呢 切换它的意思是这个吧 我这边全部都有 除了Fashion呢 这些都是免费的 然后除了Fashion是 我付费购买的 那么很简单的就是这样用而已 可以 就这样切换 好 就随便你加 你喜欢怎样的 一个切换 OK 啊 还有Education 这个我也是付费购买的 或者是我在Copy 然后呢 你可以这样子 Paste 然后 或者是我再加几张照片 这个我不要 就随便夹啦 好 很多我的很丑的照片 OK 然后Transition呢 你就随便加你想要的 你说不能用的 我是不明白是哪里啦 所以 好 我们就打开 有吗 有吗 OK 如果你觉得说 这个照片 它不会移动 就只要 只是这样静静的 是觉得就很无聊 那么 你可以呢 再直接 好 这样子 一秒 你可能觉得说 一秒里面 一秒或两秒 OK 这样子你就切它 OK 然后再切 我是 我是这样子来简介的啦 然后再切 那么它可以在很短时间 可以看更多的 诶 是直接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样 很快的把 下一张照片就skip 这样子 如果你想说 想加一些特效的话 你可以加在中间这里 你可以加在前面 后面 或者是中间 那么呢 它就会看起来是这样 灯灯 是不是你要的效果呢 或者说 哦 想要照片可以移动的 那你首先要点击的就是这个 select 这个照片呢 select了过后 然后点击这个 crop and zoom 你可以crop它 把它zoom起来 这样子 效果就会这样 看起来是这样 好 或者是你要 照片能够移动的 你可以pun and zoom ok 它有两个进 这个两个小圈 呃空 那个四方形的 空格 你可以这样子移动它 从这里移动到这里 你可以在点击ok之前呢 先按一个play 就看起来就会移动了 好 如果你想要慢一点点 那么拿 拉近一点点 然后这样子 ok 那么它就会这样子的 个效果 就是从下面移动到前面 或者是你想要从旁边 移动器 请从这边left hand side 呃 左边 移动器右边 也可以 好 这样子 ok 如果呢 你想说 哎呀 照片有一点 呃 怎么说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 还是想要有更加的 嗯 有一点感觉 有点feel的话 那么呢 你可以就是 好 我会选 打开ok 你可以选择就是 颜色呢 你其实 可以在 呃 有些人可能会选择 用photoshop来 调色 我通常会 比较怕麻烦 或者是省时间的话 你可以点击 flipmora 有个新的就是 它有这个 advanced color turning 你这里可以调色 temperature啊 你可以这样子调色 或者是 你看 可以调 或者是 color expose 你可以调光它 调低 调光 contrast 调 调 调来调去 你可以这样调 ok 比如说你喜欢这个颜色 就按ok 那么你就不需要一直在 photoshop里面改 如果你想要更漂亮的话 当然可以用photoshop来改 不过通常我是如果改到ok 颜色大概大概ok 我就直接使用了 因为我用的相机是hd的嘛 所以就拍摄出来的效果蛮ok的 然后接下来除了这个方法呢 你可以点击就是filter 在filter那边它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然后我通常都会选一些 嗯 呃 我看 oh ok 我通常会选就是 你看它很多的效果 所以 都蛮好用的 所以我蛮喜欢这个软体 好 我通常这个 我很常使用的是这个 那么拍起来呢 颜色会 我觉得蛮ok的 所以如果你想说 哎 不想要这么长的时间呢 你可以剪接 然后剪掉 这个你可以 剪接 剪掉 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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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在可以直接很短的时间 直接一支这样子切换切换 看起来更有feel啦 好 这样子 你是问我这个效果吗 希望你会 希望能够有交到你想要的效果 ok 通常就是这样子啦 我的照片之间跟照片之间的那个切换 好 我再交一点小秘诀 然后呢 加了filter过后 你还可以加其他的效果 那么照片会看起来有一点feel 这个你可以加这个啊 好 比如说这边 可能我不需要这么长 可以移动它 可以移动它 有吗 或者是加再加这个 然后移动它 看起来它就会有一点那个mv的feel 或者这个我再弄这个pand zoom 好 然后 就是 啊 可以这样 ok 这个弄短一点点 然后 这里呢 这样弄 好 好 有吗 明白吗 或者是这样子 那 然后好像感觉少了些什么 再加一些音乐 背景音乐 好 加加这个音乐 我通常会加在第二个 前面是加我的声音 有吗 有吗 这个可能再弄短一点 这个弄短它 然后这个弄短它 然后这个弄短它 再最快的就是把它直接掉下 好 这里 然后 然后 再加其他的 我通常 我喜欢加一些 比较 随便啊 就是感觉 这个弄短一点 这个也剪短一点 我通常就是这样用 是不是很简单 只要多弄一点呢 你就会很快的上手了 你要那个feel呢 把那个video的 就是把你的照片的那个时间呢 调短一点点 那么它感觉就会这样 有吗 很像那个 MV的感觉 这就是秘诀 好 有学到吗 然后我把它直接调完 那么你就可以 你这个一样 然后这个丢掉 然后 中肠器换的很简单 这个太简单了 然后加了音乐呢 自己也加一点点 可能 哦对 可以 可以加一些 嗯 啊 这个也可以加上去 能加 一绝就这样 如果你要更快的呢 你就这样子紧 然后 丢掉 ok 然后 或者是 那 这边也可以加 这个 也可以加 你看 然后这个 也是这样 剪掉 它很多很多的这个filter 你可以使用的 然后 或者是你可以加一点效果 你像 你喜欢怎样的 你可以直接加进去 太简单了 这个教学很简单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会明白我在说什么 那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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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看 我通常 因为我都 这个付费呢 我为什么会购买 因为我长期会拍 YouTube 所以我都会直接投资 再购买它们的一些新的 software这样子 我觉得很能够使用的话 我觉得很美的话 我都可以都会用的 Fashion的 我都蛮喜欢 我都很时常用 所以它的filter呢 你可以 大致上 其实免费的也很多 它也很多 很漂亮的 你看你可以加 然后 或者是这样子 ok 然后把它加在中间 然后把它加在中间 ok 然后呢 这里可以copy 然后 我喜欢配在这里 然后呢 我想要整个video的颜色 就是这个 这个可以拉长 或者是 或者是 这样子 好音乐呢 或者是这样 好音乐呢 好音乐呢 自己偷偷不让它损 好音乐呢 就让它损受 或者是 有配到那个音乐吗?大概大家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大概大概有学 有配到那个音乐你看 大家有学到吗?非常简单 是不是他想要的呢?就是谢谢你的影片 就是切换照片切换教学 就是照片跟照片的教法 另外呢,如果切换这个transition 如果你觉得太长或者太久的话 你可以剪短它 这样子,你看到这个 你可以这样子剪短它,调短它 那么它可以在短时间内 就是赶快的帮你切换 就是在短时间帮你切换 如果你觉得太长的话,你可以调短它 时间长一点点 有吗? 好吗?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个影片 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教学 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些类似的 什么什么型 什么类似的一些影片的话 大家可以在留言那边留言给我 或者是一些教学 大家想要问什么 关于什么教学的话 只要是Flimora的教学呢 或者是一些技巧 影片技巧啊 你可以都问我 在留言那边问我 我会尽量挤出我一点时间 来做一些教学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做三个步骤 就是like,comment,还有subscribe 记得守住我下一个影片吧 Bye